欢迎收看联合国周刊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·穆罕默德 在白俄罗斯参加地区领导人议坛时指出 为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世界需要更多的共同愿景 决心和独创新 副秘书长就可持续发展目标 与青年人展开讨论 并访问了残疾儿童康复中心 联合国官员敦促各方加紧努力 避免中非共和国发生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多年的冲突导致该国一半人口需要援助 联合国和合作伙伴正在寻求5亿1600万美元 为近200万人提供援助和保护 但资金十分短缺 本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称 每年有260万新生儿在出生后一个月内死亡 在贫困和冲突环境下出生的婴儿 面临的死亡风险 比在相对富裕国家出生的婴儿高出50倍 为确保每个母亲和儿童都能获得优质医疗服务 采取紧急行动十分必要 在低收入国家这尤为重要 感谢收看联合国周刊 我们下周再会